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4月26日早上的天氣節目 我是林鶴賢 受到低壓曹影響 半個過去幾天的天氣都是一般 有咒雨和雷暴 今天亦不例外 今早早在維港網出去看到比較多雲 偶爾也有些咒雨 至於氣溫方面 雖然是比較早 但很多地區的氣溫已經去到27度 沙田和柴立角更加去到29度 在雷達影像方面 見到在臨天光時 香港附近多了些咒雨 而在香港以北的地區 即深圳附近 我們見到有一條強的雷雨帶 我們預計這條雨帶 在未來兩至三個小時有機會影響香港 故此大家記住要戴上一把傘 以及留意最新的天氣情況 如果看遠一點 在香港西北邊依然有更多的雷雨發展 故此大家記住要留意最新 香港天文台發出的天氣訊息 至於今日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 間中有咒雨 以及狂風雷暴 雨勢有時較大 但我們預計下午 咒雨是逐漸減少的 今日最高氣溫上到29度 風會是吹和緩至清淨的南至西南風 風勢有時遮徑 至於周末期間的天氣會是怎樣 就是看最新的預報圖像可以看到 香港附近依然有多些藍色、綠色 甚至是黃橙色的地區 即是表示周末期間 我們天氣依然會是不穩定 會是有咒雨和雷暴 但到下星期一 似乎有機會是蜆蜆 咒雨會是減少 但到五、一期間似乎 天氣方面又再一次變得不穩定 這支架天氣講到這裏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一日 再見